一口气连续跑了七个行程 那么之前他不是抛出 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议题吗 当场遭到了民众举牌抗议 不过可能是整个场面也太尴尬了 庙方人员后来很激动 抢走了抗议的牌子 还用脚踩碎 把它裂成两半 高高抬起石斑鱼喊冻蒜 后面还有香蕉火龙果 各项农产一一登场 一脚踩进蔡英文故乡 马无屏东竞选总部正式成立 拿出屏东地图说要一一攻陷 气氛热闹到不行 但是日前抛出要签两岸和平协议的话题 引发民众不满 趁总统庙里上香举牌抗议 和平只要放下武器 不用签协议 一男一女拿着用手写的纸板 发出无言的抗议 迟迟不愿被劝离 庙方人员反应比警察和维安人员还激动 干脆来应的 我们跟日本刚的美国就是和平 抗议民众信信然离开 结束这场冲突 马总统似乎不受影响 在屏东来应和原住民讲救灾成果 还一起合唱军歌 并且一路高谈米酒正机 却在立委参选人罗志明募款参会上 遇上不领情的民众 马总统高谈扩论台下有人把握时间闭目养神 星期天一口气在高屏跑了八个行程 光屏东就占了七个 马总统猛打正机牌 挖蔡英文加乡票 收到多少成效还是未知输 375南部众活报导